慈濟馬來西亞分會 邀請三個社區 不同族群的照顧戶 回到慈濟大家庭聯誼 一年前車禍受傷的朱德 在志工照顧下 病情已經好轉 透過手語和歌聲 是凝聚感情 也傳遞真善美 馬娃氣氛很好 而且很有那些 很搭訕 很給人家有一個感動的喜歡 就是一個感動 然後很舒服 那種很喜悅 如果有機會的話 應該是讓他們多於參與 只是如果他們很方便的話 因為他們參與得多 必然會被我們影響 任何事都是從一個決心 一粒種子開始 志工也期待每一次的聚會 讓照顧戶有向上的動力 走出苦難也發揮更大良能 大愛新聞 莊慈林 陳季聚 馬來西亞報導